好 而这家不要说投资了 连孩子的学费钱都没有 那么巴巴风灾 我们看到政府的补助金陆续拨款 不过在画面中这里 嘉义县的帆路乡传出了农会 不顾灾民生计 扣光了补助款 像这名邓姓果农 他的气甲农地 就整个被土石流冲刷 房子也没了 好不容易判到了政府的13万下来 但农会说 他之前的贷款没有缴清 硬是把这13万补助款全部扣光 一家的生计 小孩的注册费现在通通没有着落 原本的七甲农地 现在只剩土石流冲出了痕迹 连房子也不能住了 但先生在巴巴风灾成为灾民 他不懂为什么农会这么不尽人情 抢走他的补助款 我很气就是说 农会你也是要留一段时间 要生的路 让我们走 你整个人靠了之后 我们是怎么生的 所以农情心就没有了 生活陷入困境 只能住在进来的房子 睡在地板 不过邓先生之前跟农会贷款50万 还有20万没还清 农会却不管三七二十一 将政府补助给郭先生的13万 通通扣光光 农会你用了这种方法 你不照扣农民没打击 你再来用 用一条手法给农民 扣到四个一样 就是要扣啊 而且他是个灾口 他如果生活有问题 生活有问题 那他要提前来说啊 他没说啊 他没说啊 他都没来说啊 农会把钱扣了 几乎没有商量空间 还怪邓先生事先不讲清楚 灾民失去家园 跟生活来源 唯一既望的政府补助 没拿到手就不见了 一家子的生活 有谁能替他们着想 周内新闻后国文高梦柔 嘉义报道